还是在VA的中国馆 这儿呢出现了呢 清代很明显的画像了 因为古代的时候 祭司祖先都把这儿放在祠堂里边 这儿出现了一位官员 有人就问了 这个官员的样子 他是个什么官呢 其实啊 他的补符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因为补符上出现的这只动物呢 叫蟹智 你看见没有 独角 羊蹄 尾巴应该是卷起来的 只不过被手挡住 看不到了 在清代的官服上面呢 这种动物一般是放在盐冠身上的 也就是玉石类的 但是玉石一般呢 品级啊 不会太高 不过呢 这位老先生的帽子把他出卖了 因为帽顶上是红宝石 只有从衣品或者衣品的顶带 才能用红宝石 那能达到衣品的盐冠 一般会是什么冠呢 叫做都玉石 那这样呢 其实就是我们看博馆的一种逻辑 看明白了官服 看明白了顶带呢 您就可以推测他的身份了 然后再和答案一印证 那博物馆就可以看明白了 谢谢观看 字幕提供